这个章节我们要介绍的是 三项感应电动机的转子感应电视 频率以及电感卡 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先介绍基本原理 接着是感应电视的形成 还有转子频率 第三个部分介绍定子跟转子的主抗 最后再进行一些范例演练 那么我们先从基本原理开始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台三项感应电动机 左下方送入电源以后 交流电流I1就会流入定子绕组 而我们利用安培的右手定则 观察一下右方导体电流方向是流出 左方是流入 因此可以得到磁场的方向是向下 这代表着上方是N级 下方是S级 而旋转磁场产生以后 会持续而其稳定的朝向某个方向旋转 现在我们预设旋转磁场的方向是顺时针的 那么它的转速大小是同步转速NS 方向顺时针 因此我们标示向右 然后我们就运用弗莱明右手定则 来找到涡流转子改应出来的电流方向 拿出弗莱明右手定则以后呢 可以知道现在我们的相对运动方向是向左边 而磁场因为上N下S所以食指方向向下 可得到中指感应电流也就是涡流的部分产生了 它的方向是流出 因此上方导体我们要标示流出的电流方向 已经有感应电流了 接下来我们就运用弗莱明左手定则来找到转子的转向 那么现在已经知道磁场的部分维持上面N级 下面S级因此食指方向朝向下方 而导体电流是流出的方向 因此要朝向自己 那么就得到我们的大拇指方向 也就是我们的导体运动方向是向右的方向 因此转子转速呢 它也是呈现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跟我们同步转速的方向相同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变压器的原理 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在外加交流电源V1以后 就会产生电流 而电流I1的成分包含了磁化电流IM 产生的磁通发炎呢 就会沿着铁心送到二次侧 二次侧在得到磁场以后呢 就会感应产生硬电室的部分 那么其中二次侧绕绕组的硬电室E2 会驱使电流I2流网负载 比较上面两张图我们就可以发现 感应机就如同变压器 都是因为磁场变动产生感应电室 不同点之处在于感应电室的磁通 必须要穿过空气系 变压器呢却是通过铁心 因此比较起来磁入的损失 就会比变压器来得大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电动机的输出 是转轴上的机械负载 而变压器呢则是接在二次绕组的电器负载 由于两者在特性上面非常的相似 因此感应电动机可以视为 二次侧会转动的变压器 我们要开始进入特性分析 而对于任何一部在平衡状态下的 三项感应电动机而言 其实只要针对任何一项进行分析 再将所得的结果乘上三倍 就可以得到三项的结论 因此以下我们都是针对单一项来先做说明 那我们要进到第二章感应电视的行程 以及转子频率的部分 三项感应电动机在定子绕组外加电源的瞬间 与气息产生旋转磁通 会去切割定子绕组跟转子绕组 如同变压器一样 会使定子绕组产生感应电视E1 转子绕组产生感应电视E2 而由于绕组会轮流受到N级跟S级的切割 因此感应电视都会是一个交流电的状态 而每项定子绕组的硬电视大小为 E1等于4.44N1F1再乘上fine M 其中N1的部分代表的就是 每项定子绕组的杂数 单位为杂 而F1的部分是指电源频率 单位为赫兹 再来发现的部分代表的是 每级的有效磁通量 单位为韦伯 而因为转差的问题 任何一个转子导体 若原来处于N级底下 随后又会处于S级底下 所以转子导体的感应电视和电流 都是属于交流电 这个交流频率 我们把它称为转子感应电压频率 也可以简称为转子频率 符号以FR来做表示 那么因为落在转子侧 所以也可以写成F2 而由于导体没经过一对导体的切割 就会产生一个正弦波的波形 因此当感应机转子转速的大小 为NR的时候 跟定子的旋转磁场之间 每分钟的转差速率会是NS-NR 因此转子感应电视的频率 就会等于旋转磁场的磁集对数 2分之P乘上每秒钟的转差速率 60分之NS-NR 那么转差速率的大小 大家都知道是S倍的NS 因此放入得到2分之P乘上60分之S倍的NS 接下来我们再一项整理一下 把转差速率S拉到前面 就等于S乘上120分之P乘的NS 那么NS的公式是P分之120F 于是得到最后的结果 F2等于S倍的F 转子的频率会等于S倍的电源频率 电动机刚启动的时候 因为转子尚未转动 NR为0 所以转差率为1 把1带入转子频率的公式 得到转子频率F2 会等于电源频率F1 而随着转速开始增加 这时候的转速大小呢 会略小于同步转速NS 因此转差率会介于0到1之间 造成转子频率也会介于0到电源频率之间 直到转速到达同步转速的时候 NR已经等于NS 所以转差率S为0 带入可以发现转子频率F2 也会跟着为0 接着我们要讨论定子感应电视 与静止时转子感应电视的比值 那么E1的部分代小会等于4.44N1F1 再乘上5M 而E2的部分呢 会等于4.44N2F2再乘上5M F2也是转子频率的部分 它会等于S倍的F1 而我们又知道 启动就等于静止 也等于堵住 此时的转差率S会为1 因此带入可以变成1倍的F1 整理一下这个式子 上下消除之后呢 会留下N2分之N1 也就是加数比A 因此得到关系是 E2的大小会等于A分之1 针对E2的部分做讨论 E2的大小是4.44N2F2乘上5M 当启动的时候S带入E 因此此时的E2大小会等于4.44N2 再乘上1倍的电源频率F5 之后乘上5M 而接下来运转的时候 因为S会介于0到1之间 放入转子感应电视的公式 得到E2R会等于4.44N2SF倍的5M 上下两式相除以后 可以得到E2R会等于S倍的E2 表示随着转子逐渐的加速 转子绕组会受到旋转磁场 切割的次数就会开始减少 转子频率F2降低 转子感应电视E2就会随着减少 因此旋转时 每项转子绕组的感应电视公式 就必须调整为E2R等于S倍的E2 感应机定子跟转子 使用同线绕制完成后 会放入铁心的线槽内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讨论一下 阻抗是由哪些因素来产生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的导体为定子绕组 而下方的导体则为转子绕组 两者之间会夹着空气系 定子绕组外加交流电的目的 是为了产生切割两绕组的旋转磁通 因此才可以产生感应电视 但是仍然会有少部分的磁通 只跟线圈本身交练 这个部分呢 只跟定子绕组交练的 就称呼为定子漏磁通 而只跟转子绕组交练的 就叫做转子漏磁通 漏磁通对于绕组产生的影响 我们以漏磁电抗来代表 所以在定子身上呢 就会产生定子的电抗X1 大小呢 是2πF1乘上L1 而转子的部分则会产生X2 大小为2πF2乘上L2 那么由于启动的时候 转差略S为1 因此启动时的X2会等于2π乘上1倍的F1 再乘上L2 运转的时候则为2π乘上S倍的F1 再乘上L2 经由上下两个式子 我们来做一下整理 消除后呢 把这个共同的部分做个消除 可以发现X2R会等于S倍的X2 定子绕组跟转子绕组 每项组抗L1及L2的部分 除了刚刚介绍的漏磁电抗 还有自己本身绕组的电阻值R1及R2 因此每项定子绕组的组抗L1的大小 会等于R1加上JX1 1π式定理可以得到大小为 R1的平方加上X1的平方 开根号 而每项转子绕组的组抗 则为R2加JSX2 1π式定理得到大小为 R2的平方加SX2的平方 再开根号 那么公式中R1及R2 分别代表的是每项的 定子绕组电阻值 以及转子绕组电阻值 而电抗的部分呢 X1是每项定子绕组的电抗值 X2则为静止时每项定子绕组的电抗值 原因是因为静止的时候转差率S为1 那么运转的时候呢 就要记得乘上S倍 也就是转差率的部分 感应电动机启动瞬间 以及运转中的特性差异非常大 为了方便分析 我们以等效电路来做讨论 那么首先看到第一张图 那么因为转差率在启动的时候为1 因此此时的等效组抗 包含R2及X2两个部分 硬电式的部分呢 则为E2的大小 而运转的时候 因为转差率的大小为S 因此只要是跟频率有关系的部分 因为F2等于S倍的F1 所以跟频率有关的部分都要乘上S倍 包含硬电式的部分 是4.44NF放音M 好所以它要乘上S倍 变成E2等于S倍的E2 而电抗的部分呢 因为XL会等于Omega乘上L 也就是2πF乘上L 因此跟频率有关 所以它的大小呢 也要修正为X2等于S倍的X2 依据前面所介绍的公式 接着我们要进行一些范例演练 第一个题目是 有一部三项感应电动机 名牌上标示如下 0.25马力、450伏、60赫兹以及6级 那么它的满载转速是1140rpm 求以下4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旋转磁场每分钟的转速 而所谓的旋转磁场 其实就是指同步转速 也就是NS 因此我们知道NS等于P分之120F 带入急速6级 带入频率60赫兹 可以得到转速为1200rpm 到了第二个小题 问的是启动瞬间的转子频率 那么转子频率F2会等于S倍的F1 但是因为是启动瞬间 那么启动同等于静止 同等于堵住 此时的转差率S都是唯一的 因此带入呢 可以知道F2就会等于一倍的电源频率F1 就是1乘上60的部分得到60赫兹 到了第三小题 满载时候的转差率 S等于NS分之NS减去NR 因此带入同步转速1200 带入转子转速1140 得到1200分之1200减1140 答案是5% 最后一个小题问的是 满载的时候的转子频率为多少 满载时候的转子频率F2 还是等于S倍的F1 但是这时候的转差率S 必须带入0.05 因此放进去可以得到0.05乘上60赫兹 得到转子频率会变为3赫兹 第二个题目是 有一部三项50赫兹的感应电动机 静止的时候测得的转子感应电势为200伏 已知满载转速是970RPM 现在要问的是满载时候的转差率 转子频率以及转子感应电视 那么我们依序由第一小题的转差率开始 求转差率必须要有同步转速 同步转速的公式是NAS等于P分之120F 可同学可以发现这个题目并没有交代极数 因此我们要先稍微来做一下判断 满载的转子转速是970RPM 也就是同步转速的大小一定会比970再大一些 由此可以判断出极数应该是6级电机 我们把极数带入6级 频率带入50可以得到6分之120乘上50 得到NAS的大小是1000RPM 确实是比970再大一些的 那么有了NS就可以来求转差率 转差率S等于NS分之NS减去NR 带入得到1000分之1000减掉970 得到转差率为0.03 有了转差率就可以求第二小题的转子频率 转子频率F2会等于S倍的F1 带入可以得到0.03乘上50 大小是1.5赫兹 最后一个小题 转子的感应电是E2也会等于S倍的E2 那么它也是乘上0.03 于是得到最后的大小是6伏特 接下来题目要做一下比较 一个三项50赫兹的感应电动机 4级10k瓦220伏 如果改接为60赫兹220伏特的电源 那请问旋转磁场的磁通会变为原来的几倍 那么有感应电视的公式E等于4.44NF5M 公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题目告诉我们电压维持是220伏 因此电压为定值 接下来频率的变化是由50赫兹变成60赫兹 因此频率的变化是五分之六倍 要使电压是定值而在频率变动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知道5M的部分必须要变为六分之五倍 那么电压才会不改变 因此得到答案是旋转磁场的磁通5M会下降为原来的六分之五倍 最后的提醒我们要来求的是组抗值 那么规格是三项四级60赫兹的感应电动机 静止的时候每项转子绕阻的电压是130伏 转子电阻5欧姆 电抗12欧姆 转子转速1620RPM 求第一小题启动瞬间的转子频率 转子电压 以及每项转子绕阻的组抗值 而由于是启动瞬间 我们可以知道启动同等于静止 也等于堵住 此时转子转速都是0 那么转差率S就会为1 一序可以带入FR等于S倍的F1 等于1乘上60得到频率的部分是60克兹 而转子电压E2R也会等于S倍的E2 带入可以得到1倍的130伏 所以得到130伏 最后组抗的部分 力图R会等于R2的平方 加上SX2的平方再开根号 一样把转差率带入1 得到5的平方 加上12的平方开根号 答案是13欧姆 接下来第二小题要求的是 满载运转时候的大小 因此我们要先求出转差率 同步转速的部分带入4级以及60赫兹 得到NS是1800RPM 有了1800RPM的NS 以及题目给的NR1620 所以带入转差率的公式可以得到S是0.1 接下来就可以依序来找转子频率 F2会等于S倍的F1 所以0.1乘上电源频率60赫兹得到6赫兹 转子电压的部分E2R会等于S倍的E2 因此也是0.1倍的 原先电压130V得到13V 电抗的部分X2R也是S倍的X2 因此也是拿0.1乘上原先的12欧姆 得到1.2欧姆 最后合并起来就可以找出力兔R 那么R2要带入原先的5欧姆 那么因为它跟频率没有关系 所以维持是5欧姆的部分 而电抗的部分要改成X2R的1.2欧姆 那么平方相加开更好 只有得到组抗力兔R的部分是5.14欧姆 这个单元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 同学要熟记公式以后再多做练习